台湾和舞池 背著背包跟威脅踏平 一個一個向著 什麼一點一點幸福的感動 到底有多舒服 非常舒服 很爽的 秋天來萬里 喊鮮入嘴裡 乾杯啦 活到了 真的是太棒了 今天要帶大家觀景 螃蟹吃點心 一個捕蟹船的話 捕蟹船來講就算小浪 螃蟹一啊爪八個 萬里螃蟹這麼大一個 一發浪一衝 補呀補呀大豐收 你喜歡吃什麼 我愛吃 那妳要吃我了 這裡有當季最肥美螃蟹 我就是喜歡吃螃蟹 所以才去捕蟹的 蛋糕傳奇之稱的甜點 好 老闆你是萬里人嗎 沒有錯 補生徒長 你喜歡螃蟹對不對 我很喜歡吃螃蟹 就讓我帶你們去萬里 來場蟹後之旅吧 人家說秋天來了 螃蟹就肥美了 沒錯 今天就是要帶大家去 找螃蟹 走 萬里位於新北市北部 三面環山一面領海 緊鄰基隆市 因為靠海 所以漁業 跟海的觀光十分發達 而這裡最著名的就是 萬里蟹 全台灣海蟹的龍頭 就在萬里 他們可都是漁夫們拼了命 到西北漁場 才能補過的秋天聖品 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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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長說今天浪算很小 讓他們去補螃蟹 浪比這個更大 各位可以體驗一下 體驗一下什麼叫做浪 什麼叫做浪 當然這個對你們來講 是非常大 但是 以一個補蟹船的話 補蟹船來講 這算小浪 船長說 無風不起浪 起浪螃蟹多 浪大才能把螃蟹 從十分鐘翻出來 蟹船從風收回港 但如果遇到東北季風來行 這可就是一場 逃海人與海的戰鬥了 幫忙拿 來… 來幫忙拿 有三匹 大家一起用力 對 對 對 現在因為一直 研化以後 所以它補蟹 如何 這個 頭還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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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里蟹有三種 鮮艷俏麗的貴婦花蟹 三眼神童的三點蟹 還有偽裝高手 食尋 每種風味不同 支持者大有人在 而萬里人捕蟹 不是我們意象中的灑網捕撈 而是用蟹籠非常環保 蟹籠是燕者上鍋 用片的 我們把它片到那個籠具裡面 再把它拉上來 那拖網它是一次就大小通吃 但是它拖上來以後 那個螃蟹都死掉了 死掉了 它的東西就不新鮮了 它賣的價格也不好 而且它大小通吃 它沒有保育觀念 活跳跳的螃蟹上岸後 我們請到了 深耕萬里漁業 30多年經驗的張老闆 為我們介紹今天捕到的螃蟹 張大哥你看 好多喔 他們為什麼要分那麼快 因為它傳進來 一離水的話 這個野生的螃蟹 就很快的時間 它就會翹掉 這個就是薯掉了 一般的螃蟹 我們這邊一薯掉的話 它壓鮮的東西 一薯掉的話 就跟龍蝦一樣 會產生牙蝦痘 有那個滑酥的味道 有那個尿水味 阿摩尼亞的味道 阿摩尼亞的味道 就不新鮮了 我們這邊的 這邊外底蟹最出品的 就是我們薯蟹不用 薯蟹全部丟掉 這個等一下就 我已經聞到味道了 有一點臭臭了 吃螃蟹除了要新鮮 想吃蟹膏或是蟹黃的人 一定要學會分辨螃蟹的公母 它這邊就是分公母 像這一隻就母的 母的 母的是穿素腳褲 穿素腳褲 那公的呢 那這一隻就公的 公的它就尖尖的 是穿三腳褲 好像還滿好記的 它有一種是處女蟹 處女蟹是什麼 這是還沒有交配過的 還沒有交配 十五六歲的少女一樣 少女 這個也看得出來 這個起是半肩半年 說起螃蟹 張老闆滔滔不絕 在萬里長大的張老闆 小學一畢業就開始跑船 最早出去補魚 講實在話是為了好玩 他們的特愛 看起來是非常瀟灑 我們小時候沒地方 小朋友沒地方賺錢 他們回來有錢賺 又有好的魚出 好的螃蟹出 看起來就心裡是很嚮往 豪邁的把青春奉獻給大海 張老闆也在海上 學會了同舟共技的精神 有一個很好的概念就是這樣說 觀念就是說 你想誰我是船連你想誰的話 我船長一定要義無仿佛的 毫無保留的交給你 因為他們有一個觀念會場 哪一天我當船長的不小心 我在船上發生意外 我的船連一講到我 我想到我的朋友 我的船連叫他會的話 他會把我們的財產開會去 因為講到這裡 講起多年前的自有 張老闆還是難言感傷 但桃海人互相照應 瀟灑 開朗的個性 讓我們倍感溫暖 張老闆 你好 現在剛好船上進來抓回來 一下子就全部賣光 剩下這幾隻 生意是嗎 留給你們 來 我來抓看看好了 你抓你自己抓 好 張大哥 那它上面為什麼 是綁這個綠色的繩子 綠色的 我跟你講 它這個綠色的是有一點意義的 它這條烈色的 只有萬里蟹才用綠色的 只有萬里蟹 你到澎湖那邊抓的 就不用綠色的 用紅色的 有的用黃色的 這個綠色的代表萬里蟹 那張大哥我問你 如果我在澎湖抓 我就故意用綠色的 那你就變成萬里蟹了 在萬里綁螃蟹的繩子 都是出自於同一家工廠 聽說綠繩進在水中時 看起來特別漂亮 所以就偷偷採用綠色 這二九隻 就成為萬里蟹的標誌了 那大家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你如果買回去 要去蒸煮的話 有一個動作一定要做 就先給它迷分 怎麼迷分 因為迷分一般正常一個動作 就是說餐廳他們一般就是 用一個筷子插進去 給它那種心臟給它攪一下 它就熟掉了 人家有一句圖話叫做 大蟹八角 就是螃蟹你不給它弄熟的話 去煮的話 它會這個八個角 全部都會放掉 那有什麼差 不好看 不好看啦 賣相就不好看 像我這個忍慈的人 就不忍心這樣給它做 他有自己說的啦 忍慈的人 那我們就用一種水 淡水加冰 我們就給它迷分 迷分後的螃蟹 在蒸煮前 記得要倒著放 這樣蟹滑蟹膏 才會鎖在蟹壳內 停 停 你又戳掉了 這個 有沒有看到萬里蟹的標注 哪一個蝴蝶結的繩子 這條繩子一定要給它解開 因為解開你的繩子一熱的話 我們政府不是會講那個收花劑的問題嗎 那你這個出下去要壯陽 那收花劑出下去的話 你的小雞雞 在這邊張老闆提醒大家 綠繩放水裡很美麗 放鍋裡就要記得拿掉 煮蟹的時間也是秘訣之一 口訣是冒煙開始算時間 大蟹15 小蟹12 這樣煮出來的螃蟹又嫩又鮮美 過頭可就老了 可惜了 好 來 大家 鮮味 真的是來住海洋的味道 你看這個湯 這個顏色 加這個味道 聞起來就是大海的鮮味 明王就找到了 乾杯 快到了 我為什麼喜歡特愛呢 結果在海上就是吃這個東西 你說一抓起來然後就開始吃了 對 大家常說蟹很難吃 原因就是因為河多肉少 所以張老闆偷偷告訴我 蟹肉最多的地方 就是後腿跟兩隻大熬 你學起來了嗎 有錢最好是出花蟹 因為花蟹最貴 蘇芹出來的話你就出蘇芹 又香又甜 價錢又低 只是那看相不好看 不過一定要到萬里 才能吃到螃蟹嗎 張老闆說 有好康的要介紹給我 到底是什麼好料呢 一口寒意 大大哥 你帶我來這邊幹嘛 就是要給你 給你了解一下 我們這個螃蟹的冷凍過程 最主要我們這個螃蟹冷凍過程 就是可以長時間儲存給遠方的朋友 親戚可以享受到我們來住海洋 最深門的鮮味 張老闆說現在科技發達 只要將熟蟹急速冷凍 就可以保存它的風味跟鮮味 所以不管住多遠的朋友 都可以品嘗到萬里蟹的滋味 正宗的萬里名物 萬里蟹 趕快回家吃 不然會壞掉 不對 它是冷凍的 可以放兩個月 再遠的朋友都吃得到 螃蟹大牽液 原來是螃蟹健走 螃蟹技真的好熱鬧 不僅能體驗補蟹 還能吃板豆 太幸福了 唉唷